现在呢谈到就是 番茄这块啊 咱们之前这个视频 也聊到过 就是说番茄一般长到像鸡蛋这么大的时候 也就是直径的达到1.5公分 2公分的时候 咱们就开始要追食这个高甲肥了 但是现在有一个什么情况啊 其实很多咱们 种植户没有搞明白 就是说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啊 这个高甲肥到底是多高的一个甲呢 往往的有时候就是 咱们突然之间去上这个高甲肥以后 用的这个甲含量特别的高 反而呢 咱们这个番茄呢 很容易上这个起伏病 那么起伏病呢 要么比较干燥 要么就是缺少这个钙元素 咱们农户啊 有些说这个我这个钙元素也一直在用 基本上冲两次高甲肥 我就用一次这个钙肥 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个 起伏病呢 实际上啊 这部分朋友们呢 咱们就要找一下这个原因 看看这个甲肥这个含量是不是过高了 如果说咱们刚开始去蓬果的时候呢 建议咱们朋友们呢 这个甲含量呢 一般建议呢 你在28个甲 或者是30个甲 这样的一个含量呢 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白了 数以是一个低度的一个蓬果肥 那么到后期啊 咱们就说打过头之后 这个时候这个甲呢 你可以用这个高甲 也就是说最起码的含到35个含量 或者是40个含量 这样的一个甲 就比较合适了 建议咱们的咱们朋友们就是 两次甲肥配合一次钙肥 或者说你在做底肥的时候 你就要充足的去补充钙 因为钙呢 在这个作物体内移动的速度呢 是非常非常慢的 好了 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吧 咱们 好 好 焖 好 你们 instructions